我會建議就是我以前在戴起來 現在社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先從日記 你不要寫的很美 你不要一天我就是要一百六十個字 我就是要記錄天氣program 你就是寫你那篇 大概寫一下 讓你有記錄我的字的這個習慣 或者是說你可以定期觀察一個東西 不管是下雨的時候 你就把它寫下來 今天的雨是怎麼樣的 因為每一次的雨肯定都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去鍛鍊到底用不同角度 這就是剛剛Jason有提到的 每個人羊肉乳有人說我要把你 熊剁碎麵的羊肉乳 有人說我都跟妹吃羊肉乳 就會寫出不同的歌 那其實就是你看這個東西的角度而已 就像關於小熊為什麼這麼帥 因為他用小熊借帶我的感情這件事情 這個角度是大部分人不會想到 都會覺得好酷喔 所以如果我真的找不到靈感裡面 可以嘗試去改變角度 或者是觀察事物 一定會有最好的方式可以去找尋新的靈感 意思 講的比較嘻哈一點的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大家做的 大部分在做應該 我猜不是做嘻哈就是做R&D 然後可能有一些人會做一點點 螢幕會比較穩 但大致上不會超多數是這幾個都是黑人曲風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覺得 這幾個都有感規 可能就很不錯 但是我自己覺得嘻哈類的東西 有一個很深層很深層的東西 就是當你真的找 例如我現在跟你講一樣 如果我真的沒有感覺的時候 要怎麼去找那個感覺 我自己的做法其實是 我會去找一個神奇的對象 因為我自己覺得 黑人對這樣就是 到底是說一定多暴力 或是一定多怎樣 可是一定是 就是有多種程度很不熟的 所以你要反抗 例如The Killer Rock跟Paul's Walk 夠不一樣嗎 就是一個超級超級 然後一個白鑰匙 然後寫那種新歌就是 為什麼你要離開我 然後一個人寫 我要怎麼都把你都比了 但是他們兩個的歌你去聽 大概都是可以感受到那個分